山川庄里 五山风龙 烟黄石舟 东亚成熊 不自保自欺 不孤不自封 望我民族 促进大头 穿越未见 编怀出现天 小城不宜 磨土金沟 不自保自欺 编终之后 情愿 爱 爱 爱 不自保自欺 编终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上台 优独播剧场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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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你能否报道才发给你这两条讯息 刚才那两条门第二条可以说 第一条空姐很可以走 第二条是什么 不是加税吗 之前加过一次已经 不久了,好像两个星期之前才加 不,我就是说,共产党都是很狡猾的 我上网看那些黑鲁鲁鲁说,我不知道多少人留 说这些鲁鲁同样加一缸鲁鲁,现在比以前行少很多公里数 我怀疑共产党在那里,以前不是有种混合酒精那些鲁鲁 混合可载生能源那些,但那些买得特别便宜 理论上那些鲁鲁是最便宜最便宜的 比你最流的鲁鲁还要便宜10% 但现在就说你就算加最美的鲁鲁鲁,也是那种效果 你已经行不到以前的公里数了 我不知道里面混了什么层,越混越稀 有些网友说,油价在原先百多元的时候 我们加有大概700元左右 然后现在油价差不多跌了半了,已经150多元了 混蛋了,现在才跌了一元,中国才跌了一元 只剩下六个多元 共产党为我黑狼,我们就开始因为的话题 因为刚才是绿豆,他吃了碗面 他妈妈,全部都是鸡豆来的 你妈妈的灯光这么曖昧 然后那些黑妇,那些上班的聪剖母工作者 那个屁股扭得这么黑痕 这个时候一看就知道是上班时间 所以他很很有特色的 他这里用了一种紫红色的灯 紫红色的灯就是说这里有东西玩的 现在不掃黄了? 我现在不掃黄了东莞之后,那些女儿都来到苏州了 可能现在太多香港人来到苏州了 苏州是台湾 台湾佬,台湾佬最色的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首先大概说了,有几样东西可以说的 我们可以说一下最近中国的股市 或者我们如果很多时间看来都说不了了 可以轻轻说香港清了牆那件事,现在已经结束了 可以换回过去发生的事情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高晓松之前的几期节目 他已经消失了 之前是说台湾的 还说什么日治时期台湾 接下来被讲掌戈石 一讲完掌戈石这次就不再讲台湾了 一讲掌戈石就讲回中国大陆的东西 不是,是因为你说的那个节目 其实只有爱奇艺才有的 Yoku是没有的 我猜是因为Yoku觉得他太黑症 所以就不再让他玩了 所以他的调说就磨细了 现在是小虫其谈 应该是同一个机构分支出来的 应该是同一个工作室 但是应该是不同的发布平台 那爱奇艺就应该觉得自己太黑症了 应该找一些比较多的东西来搞 才能够搞贏的东西 不过不要紧了 我们开波正式 我们先讲股市 其实股市 我还没说完 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说的 不过你讲股市 我现在先跟他说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今天一早我发给了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其实是两个星期之前 现在我很想买这只股票 我很想买亚马逊 为什么 因为亚马逊 他最近在11月底发布新闻 就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所有仓库都没有人了 以前你下单 比如说你要买一条底库 然后在这里就拿着一张单 去放底库的柜柜 收拾一条底库出来 然后就拿去给那些配送人员 配送人员就送去你家 就给你底库 是的 但是现在他们 亚马逊 买了一套系统回来 我发给大家看 是七亿多美金的 就是四十多亿人民币 买一套机械人系统回来 那些机械人是这样做的 就是说你一下单 那单自动摔几个机械人 那个机械人就大概 好像现在的机械人吸层机那样大 就是面盘那样大 大一点 然后他就会自己捐来捐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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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拿着这条底库 因为他已经固定了 就是底库在哪个区 在哪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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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固定了 所以他们的仓库现在 就是以前你要让人走 你要让一些叉车走 就是很多空位 第一 因为只要留空空间 在下面机械人可以捐来捐去就可以了 仓库是没有空位的 就是已经去到一个很先进的系统 基本上亚马逊仓库以后就没有人了 全部怕人操作 其实他的说法就是 我出钱给你这些人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最大问题就是 你帮人有工会 美国工会势力可以强 但机械人没有工会 然后有工会 你一天就不知道 只要做七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 然后一个星期就不能超过三十多小时 又可以多一个囊仓 机械人24小时工作 而且机械人说 24小时其实他要休息 休息就是充电时 充半个小时 所以很开心 亚马逊仓股票 所以我就说 我跟他说起 但是之前我们又说起 就是说 其实因为他带回了 21世纪资本论的话题 我之前我跟他说过就是说 现在就是最新一期的技术革命 就是走这种自动化路线 其实未来已经不是在这里洗人了 你具体的说 你越来越多生产领域其实是不够洗人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是亚马逊 然后亚马逊就是用机器人的方式去执货 他执货起码第一是仓库 就省了很多位置 第二是 你记得以前他说过直升机送货 是的 以后全部交信不用聘请人 是的 其实他就找几个工程师回来 就看着场子就可以了 然后那些东西就是 那其实就省了很多人力了 那你人力其实就变成不值钱了 这个时候 那其实这一笔 但其实我们无可否认 其实他整套 整套 facility 其实是很贵的 这个肯定的 但是呢 整这套facility的机构 那就很在买钱了 但是他是一小撮人 你受不了亚马逊这么多工人 那也未必的 因为你一般 你这种智能化的东西 其实你的生产量是很长的 他肯定整个生产量是很长的 如果他真的多过亚马逊的人 那他就没有钱赚了 他就请那么多人 你老婆 我不是说他人 就是说他整个生产链会很长的 就是说 你可能看到 就是我们说 我就是 比如说是 不然中有三排的 那个 收货机器人 接着小学三排的 送货直升飞机 那问题是 那我们只不过做 结浪那一部分 其实我们是 把东西全部包给 我知道 但是你最后是 亚马逊去买单的 你买单就包含了所有设计 制造 营销 在所有成本里面 其实他买单的 不是只是亚马逊的 到时可能就有京东 淘宝 淘宝 还有 我就是说 京东淘宝 他们一定不给亚马逊抽 他们输的 不是输在技术 输在思维那里 他没得跟别人抽 不是 其实现在关键就是说 你的市场没开放 中国这个电商市场是开放的 中国的电商市场是开放的 中国的电商市场是开放的 但是 他可能有很多东西 是不可以照着 亚马逊那一套 因为亚马逊 他博士有很多东西 他不只是卖 售这些实体的货物 他又会售很多的 例如一些 软件 然后还有很多 游戏机 游戏机 书 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在中国是找不到钱的 所以 其实他来中国抽 肯定是 一定抽不到京东和淘宝 不会 就是说以后 亚马逊 如果他真的搞成功 他仓库不停地扩大 以后 什么京东和淘宝 那些借库给你做七咒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做仓库 而且还有一点 你就是 刚才说到淘宝 其实 我之前才知道 原来 那些中通快递 百元 当然送一单货 很便宜 那些是被人压榨的中间商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 为什么美国可以行过头 因为 美国每个人都有一个 backout 但是中国没有 中国 你把你夜间小飞机 飞到三十堂楼 买高 我就说 你看到他只不过是 他的表象 但是其实 他的思维 背后 他来到中国 他用他的思维 去适应中国国情 你讲起这个问题 就肯定了 但是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 因为 其实 Ebay现在拆掉了没有 拆掉了没有 其实我想说 我说回亚马逊 我想买股票 我想把股票 转回中国A股 我想说 我看了亚马逊股价 人家有没有三百多美金 一股 一股 说十股八股 就没钱了 然后 我在澳洲有个股票账户 我试试去搞 原来 说简单又不简单 但是复杂也不难 他就要填一张十张纸 然后要你那些身份证明文件 和填一张美国的报税表 填完之后 我就有个国际的交易账户 就可以买美国股票了 其实为什么我想说这件事呢 我们之前说什么 互港通 互港通这些东西 全世界都通 澳洲和美国之间 我之间都通 我想买股票很容易 互港通 唯一实质作用 就是因为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 只不过就说 你在香港开个股票账户 就可以买到上海股票 你在上海开个股票账户 也可以买到香港股票 而交易额 一天限定了百多亿 一边一百三十 一边一百五十 两边加起来都不够三百亿 是很厉害的 一走一走一走 一万亿成交量 一天 二千三百亿 或者三 整个 互港通其实没什么用 其实你有这样的问题 阿弥很厉害的 现在太厉害都是移民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因为我原先都不是很感觉的 自从你那次提醒了我之后 我就开始留意我身边的人 尤其我去上海 我去上海公司那边 其实挂着manager title 那些人很厉害的人 对而厉害的人 其实他们已经有了 外面的身份证 那些厉害的 他们回来做事 想想一下这群人 如果你让他们开放了 湖港通之后 这群人就有一次 把你角落的钱 全部变成美金 就厉害了 不用了 如果他有国外身份 他不需要这些都能走到 你是外国人 他可能还是很厉害的 在大陆的 那些没多少钱 打一份工有多少钱 最多是百厘二百万 一人百厘二百万 如果这个群人一千万的话 就很厉害旁大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打开通湖港通之后 开通了 现在讲开心港通 不是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你没有那个限额 哇 你想想一下贪官就正了 以后再也不用 不用付百分之二十个手续费 我刚才讲的是 每一天的限额 而且他还不单是每一天的限额 还有一年的限额 就是你不可能每天去到尽 因为你每天去到尽 你一百多天就用完一年的限额 什么 一百多天 是啊 就是你每一天就最多到百多亿 但是他有一年有个总额 你用完 你半年用完 那你剩下半年就没得通了 就不通了 所以我就说 就说他不可以开放了 因为开放了 阿爷的钱都会跑掉了 其实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能讲太久了 我们刚才讲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阿爷的钱是否当港元了 我相信 就算沙特继续发跌下去 中国的油价也不会跌的 我相信 如果他有得跌 他应该会跌一些 至少习近平会逼他跌的 特别现在打四头帮打得这么厉害 但是 这一只水不跌 因为跌无可跌 为什么 买这些油 很多时候他不是说 你今天跌了我就买 不是你要买菜 今天这个白菜便宜 我买白菜 明天菜心便宜买菜心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一入 就有很多货 我就说 你下年的白菜 我订了 一给钱 给了钱 他已经买了贵货 你一再跌 对他人说没有分别 有这个问题 阿爷买贵货 一直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经济危机之前 那时候油价很厉害 一百二百五元一桶 阿爷就说 他很厉害很厉害 你要多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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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 他老婆90元 我继续数 我七十元 我继续数 我继续数 不停贪运回之前的数 令到总体成本便宜了 之前油了一吨白菜 现在再入多一桶 那问题是 为什么美国佬他不用这么大 中国需要的 或者日本人为什么不需要 首先 首先美国并不存在这些 这么大的国有企业去买卖这些东西 美国是私人公私人为 你不要虚钱 你不要按钩 油价高 你不要去第一家公司加油 你自己按钩 不用全世界陪你一起按钩 是 因为中国没有 中国除了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很多人没有说到 因为所有的石油开箱 为什么沙特海凯死人 石油开箱不是说 今天贵 开多一些 明天便宜便不够开 放假 不是这样的 是那部机器不停运作的 要么就等它不要运作 停下来 就永远都停不住了 如果你想 未来都可以开油 你就要不停运作 就算你油价 怎便便宜 怎便宜 你都运作下去 它是不能中间停一停的 那部机器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俄罗斯 很多东西在开油 现在油价很快便宜 但问题是 我已不停开很多油出来 那些机器不能停 为什么不能停 它有个原理 如果一旦停下 想再开 成本就很贵 那你没有经济效益 一定要不停开 所以你为什么看到海上的东西 不停在动 噴火 没见过停过 你要不停地开 所以呢 俄罗斯这些 其实它迫着 就算多便宜多钱 它也不停地开 我怀疑 而中国可能在桌底 就帮老大哥买了很多货 四季价买了很多货 所以 老大哥一直都不想买货 给共产党 现在不同 老大哥一直以来 那时候就说 那条输油管 要不要入管 进来给共产党 那时候我一直都说 不行 就把这条管 直接放到日本 对马海峡 那里 直接被日本人运走 你什么都是这样 都不给那些油 给自己一条 我是很不明白 为什么老大哥 不愿意卖货 给共产党 我怀疑 那些共产党 其实对老大哥 都应该不是很好 我估计 共产党 应该一直都在找老大哥 笨蛋 有什么理由不买货给你 估计有很多原因 之前不是说 那4000亿那张单 谈了十多二十年 中间有些条款谈不上 我估计是 共产党有让步 苏联有让步 我听过来 共产党让步 就说 我不是出钱给你铺 虽然这条管是你的 但是我出钱给你铺 苏联在价格上有所让步 但是现在就知道 拆了 苏联一跌 根本不值钱 天然气 我们自然在那里挂钩 所以现在他的让步 变成没有让步 但是我们管道依然 我们要付钱 那你拔拆了 中国现在拔了 就是说现在 你这帮混产党有钱 拔了就拔了 就好像相当于是 你一个二世组 没有人打算 混合明星范冰冰 拿个 不知几多卡的转件 订给他 谁知道范冰冰 已经跟他走了 后来发现 范冰冰 已经很多人吊过 直接就不值钱了 对 那就拔了 你拔了转件 没得收回 因为很没面子 唯一买另一个 扔给李冰冰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阿爷 可以是各自 不站住 现在不够钱 那就先放在那里 因为阿爷 是没有 积构钱给他的 你之前没有看新闻吗 俄罗斯已经说 苏35开始 不想给你 又不知什么 我不在记得了新闻说什么 总之苏35 不是很想给你的 就真的拖过了 其实没得搞的 因为你一旦这样搞 俄罗斯 世界上有很多势力 最伤害的新闻 就是说他现在 普京已经出访了去印度 拉拢印度 这些就是战国时代 你说的合纵连横 你不跟他合作 他跟别人合作 又对付你 共产党是死局 其实最好 共产党是跟美国佬合作 对了 无罗斯 你老母 对了 美国佬不会亲来玩的 你太吵了 因为阿爷 玩游戏 你老婆 不走规矩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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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人想跟你玩的 阿爷 你老婆 真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怎么也学不懂 规矩 你老婆